为了配合数码广播 房委会完成首阶段改装天线的工程 56个公共屋邨 今个月尾可以接收数码信号 大部分在覆盖范围的屋邨 就仍然未能收睇 王大军报答 何文田安文村将是第一批 可以欣赏数码广播的公屋住户 房委会已经为56个位于九龙 港都北和沙田的屋邨 在公共天线系统加装数码放大器 今个月31号起 接收在池云山发射的数码广播信号 不过在覆盖范围 其余25个公共屋邨 包括观塘云汉村 由于接收信号欠佳 村内部分或者全部大厦 要到明年8月才收睇到 因为地理的环境 因为通常它可能前面有些高楼遮住 或者有个山挡住 或者是因为反射波太过强烈的问题 凡是不是收紧池云山的话 我们在这个第一期之内 是没有可能收到那个数码电视某广的 有云汉村的居民说可以等 赶一次奥运就可以了 整汉工程号指2000多万 预计到明年8月全部完成 防委会将会在这个星期内 在已经改装了天线系统的大厦 贴出通告通知居民 居民如果有疑问 亦都可以到屋村办事处查询 无线电视记者黄帝温报道 如果没有能够 kill 这个星期内